战装含胸拔背 这个到底该如何的理解 那么给大家示范一下 现在目前很多人比较普遍 就是含胸拔背上理解错误的一种战装方式 导致战装不仅没有给身体带来好处 同时还把自己的脊柱给伤到了 看一下 很多人在战装的时候理解含胸拔背 就是胸要含起来 就这样在那站着 这样站着大家看一下 这个脊柱它就直接给绷到外面了 如果这样时间长了 就是这样你自己感觉一下 你的呼吸根本就不顺畅 那么在战装的过程当中 你的呼吸如果不顺畅的话 那战装如何能给你带来好处呢 是不是 所以我们要理解我们脊柱的生理结构 它是每一节 24节 每一节它就这样相连的 那么为什么它会导致什么 真身神经压迫 就是我们长时间没有去活动和运动它 那么我们在战装呢 首先就是要把它拔开 那么如何的做到呢 还是一样的 做胯 也就是战装的十字镜 我们把它做好 十字镜 你看这样跨一做 它脊柱自然的就拉直了 拉直含胸八倍如何理解呢 是我们的这个手臂 你看 往前送一点 自然它就含起来了 只要含一点就可以了 没有必要一定要把它拱起来 很多人讲力发于己 你必须得这样攻着 然后你发力才好发 这个对不对呢 咱们也不能乱去评价 最起码来讲 我们就养身来说 我们战装一定要站队 千万别伤了你的脊柱 这样往前送一点 自然就能够含胸 好吧 祝大家身体健康